美国国税局5月15日提示民众 有进行诸如更换旧门窗 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或升级热水器等改进的房主 可能有资格获得家庭能源税收抵免 在某些情况下 成租人也可为特定费用提出申请 房东无法将这类抵免用于他们出租房屋的修缮费用 节能家居装修抵免 纳税人只能针对现有房屋的改进 增建或翻新申请节能家居装修抵免 合格费用可包括外门、窗户、天窗和绝缘材料 中央空调、热水器、熔炉、锅炉和热泵 生物制炉和锅炉 家庭能源审计 住宅清洁能源抵免合格费用可包括 太阳能、风能和地热发电设备 太阳能热水器、燃料电池、电池存储 要申请这些抵免 纳税人应连同税表提交表格5695 住宅能源抵免